俄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26号在社交平台表示说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于当地时间25号离开了基辅 他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所发出的所有呼吁都是提前拍摄的 沃洛金表示 这一信息是他从一个试图在基辅与泽连斯基见面的最高拉达议员处得知的 另外在当地时间26号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乌克兰方面已经拒绝和谈 俄方的军事行动将会持续 佩斯科夫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曾经下令俄军停止前进 但是乌克兰方面拒绝谈判 俄军恢复军事行动计划 主力部队26号下午继续推进 俄罗斯在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后 许多受影响的民众开始撤离乌克兰前往周边多国 当地时间的2月26号 波兰内务与行政部副部长谢弗纳克表示说 当天仅4个小时内就有1.5万人自乌克兰进入波兰 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 累计已经有11.5万名难民进入波兰 谢弗纳克表示 目前所有过境点均已开放并正常运行 边防人员24小时不间断工作 此外为提升通行的效率 乌方从当地时间26号早上7点钟开始 已经将部分乘用车道关闭 允许步行通静 允许步行过境 并且为妇女和儿童提供快速通道 那除了波兰之外呢 像匈牙利 罗马尼亚 摩尔多瓦等地 都陆续有乌克兰民众住境 hacen fight 打顾 一双